全世界最好的医院 梅奥诊所对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建议 与国内有哪一些差异呢 本期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因为毕竟有一些朋友总是觉得 国外的东西应该会更好 尤其是医学 在阿尔茨海默病上 可能的二者的差异并没有那么的大 主要是因为现在治疗的药物 总体都是比较局限的 专门去查询了梅奥医学中心 里面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板块 它这里面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 首先就是强调了 你最好要预防它的发生 这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到了治疗的阶段 即使用了现在十几万的那种新药 现在也只是证明 18个月后可能减缓认知功能 下降的速度减缓百分之二十几 但是并不能逆转这个过程 那怎么防止它的发生呢 他给了五点建议 第一点就是坚持体育锻炼 他把坚持体育锻炼 把它放在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他认为有利于保持大脑活性 提高整体认知健康水平 同时会分泌 有益于大脑的一些营养物质 这里的体育锻炼 建议是每周 150分钟的有氧锻炼 第二点就是坚持地中海饮食 然后推荐了富含水果 蔬菜 豆类 全穀物 瘦肉 就括号白肉 鱼肉 尤其富含 奥米加三脂肪酸的食物 以橄榄油为主的烹饪用油 认为这种饮食模式 不仅有利于预防二次海膜病 还有利于控制三高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第三点 他认为要保持终身的学习 和保持大脑的活跃 这里就是建议老年人 即使在退休后 还要持续地学习新知识 技能来激活大脑 第四点就是严格地控制血管的因素 这里包括要戒烟 要有效地管理高血压 要积极地早期诊断高血压 高胆固醇和糖尿病等慢性病 因为认为这些血管因素的损伤 会促进阿尔塞摩病 第五点就是积极地社交活动 和心理健康的维护 要老年人多参与退休后 那种多人的聚会 关注焦虑抑郁等这些不良情绪 这些策略与我们国家推的 以及罗西西过去视频做的 基本也是吻合的 因为现在大家的了解 差不多都是到这个点 罗西西南之前是强调五点 就是脑力锻炼 体力锻炼 饮食调控 三高控制 五感的控制 五感控制的可能稍微要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眼睛 眼睛白内障 比如说听力下降 牙齿掉了 这些要积极地做一些调整 让大脑更加敏锐 然后到了后期之后 这个新药 现在我们国家也已经批了 大概七到八月 国内也会用上 这一点也跟国外基本上对接了 然后除了新药那些旧的药 基本上也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也并没有什么差别 可能差别就是在他们或许 在养老院中 可能有专门的一些心理辅导 会让这些患者 或者患者家属稍微好受一点 这一点 可能我们这边养老院 稍微欠缺一点 还有就护理 这种痴呆症的水平 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在治疗和预防建议上 几乎没什么差别 好的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些 无论国内国外需求 都是一样的 不要等到了这个患病 然后觉得我很有钱 我到国外也能治好 好的 我们下期见 祝各位朋友健康 我们下期见